国道继承方案将在12月30号正式上路 全台湾22座收费站也会逐步的拆除 900名的收费员大多是要决定另谋出路 其余的400名收费员虽然说有意愿要接受远通谋合 但是目前只有43人成功转职 国道启用继承收费后 全台22座收费站结束任务 这个高速公路上最为熟悉的景象将走入历史 中山高第一座收费站泰山收费站走过40个年头 关闭后分阶段拆除 唯一保留的是位在收费站底下的通道 总是有一些感情 回忆 有记录在这边 但他的拆除 对我来讲是会有一些依依不舍 但是国家政策下的拆除 我们还是看着他这样消失掉也觉得可惜 国道继承启用典礼 请来收费员代表 接受部长颁证纪念品 不过他们高兴不起来 因为900位收费员面临转业 其中500人接受转制金立谋出路 其余400多人 只有43人成功转职到远通旗下公司 远通公司务必履行你们的承诺 我们所有的收费员 我们一定要让他们 只要他们有就业的意愿 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转业成功 还在谋职 还在等待通知 很不舍啊 因为这就像第二个家一样 电子仪器取代收费员 过几天收费站全数关闭 900位收费员 工作日进入最后倒数 新唐人也的电视 吴宗翰柳自营 台湾新北市报导